我對英文考題的感想是 有一個單字拼錯了 在第26的 拼錯了 他是在題目裡面啦 也知道他要說什麼 但是我就想說 這個如果是正式考試的話 不應該出現這種拼字上的錯誤 開始拍時選理案件 被告我看看在2023年接了太多鯊魚廣告 受到觀眾舉發控告 讓大家每一次都聽一樣的廣告訊息 我看看有兩個被告啊 一個姓胡 一個姓滴 那我們今天先處理滴姓案件 開題 包括法官我2023年確實有接了10次衝浪鯊魚的廣告 但是我每次都有想新的劇本 用新的方式成立給大家看啊 我扮演過風水老師 賈伯滴 岩屎精靈 喔喔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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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些證據 律師都已經有附上給我了 我知道你的角色跟劇情都有在變化 但是 每次的廣告訊息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聽你了吧 什麼一樣的廣告訊息 難道你是指 Social 能夠隱藏IP和加密資料 讓你安全的上網 還能夠跳區域 輕鬆觀看不同地區限制的影音串流內容 以及使用當地的價格進行網路公務嗎 對 謝謝你讓我再聽了第11次 但是法官 我們鯊魚也是不斷在進步的 除了這些之外 他今年用同樣的價格延伸出了更多的服務 這個方案叫做 Surfshark 1 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 Surfshark VPN 還有額外的功能 Antivirus 防毒軟體 Search 獨家無痕搜尋引擎 Alert 各自外泄警報 以及 Alternative ID 虛擬身份生產器 只需要一個方案就能夠獲得全方位的防護 衝浪鯊魚就是 暢新 網際網路的超能力 什麼 這些都是我過去沒有聽過的服務 等等 法官 我還沒有講完 現在每個月只要不到一杯咖啡的價格 就能夠擁有 Surfshark 1 購買兩年方案再送 免費5個月用不習慣 還有30天的退費保證 真的是太有誠意了 本官在這邊判決 你接下來每個月都要再接一次 衝浪鯊魚的廣告 定案 哈囉 我是阿滴 我是主巨律師 今天呢 我們要一起來開箱 公務人員的英文到底要多好 那我們頻道上面 其實有開箱過很多大大小小 國內國外的英文考試 那今天為什麼考這個公務人員的英文考試 要請主巨律師來呢 就是因為高考英文跟法律是綁在一起的 他有50題 20題是考法律 30題是考英文 那因為法律的部分 我覺得我就算做錯了 我也沒有辦法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錯 請律師來 跟我們一起做這個考題 然後你幫我們做相見 你確定我有辦法 哈哈 可以吧律師 主巨律師你之前有考過高考嗎 高考他是公務員 就是你考完之後你是在政府工作的 跟律師考試比較不一樣 可是很多律師會選擇先去高考試試看的原因 是因為有些科目是重疊 然後加上高考的考試是比律師少的 所以他們會先拿這個來練比 但是他其實考的方向越來越不一樣 高考會比較多是背誦 律師的話會比較是案例型 我們這邊來補充一些跟高考相關的小知識 高考的話呢 他會有通用的科目 國文跟法律英文這兩科 其他的話還有一些專業的科目 在2024年呢 你只要考過 然後錄取的話呢 你的起薪就是 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元 那蠻好的 然後普考的話是 你通過的話 就四萬四百四十五塊 那像這樣子考過高考的人 他們會做什麼樣子的工作 高考只是一個統稱 高考三級出來是你的職等 起薪會不同 但是你還是要選你的專業科目 就像有一般行政有文化行政等等 文化行政就可能就會比較在藝術界 所以都是行政人員 也會有公職的建築師 心理師 護理師 這一種 所以這樣子我在考完之後 我可以去填志願嘛 就是說我比較想要做 比如說文化行政 比較想要做原住民行政 考之前就要選好了 就一定要先學你要考什麼科目 其他的專業科目會不一樣 對 那個會不一樣 要考過公務人員的高考 法律跟英文的程度要在哪裡 正式進行考試囉 我想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還在第一題 律師好像已經快要把第一頁做完了 可是英文我就卡住了 老師你要不要做慢一點 好 現在的時間是我們做了24分鐘 然後我們兩個都已經做完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題目少 因為他給的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50題嘛 應該沒有看錯 然後加上沒有手寫 所以就是把選擇題都做完 就結束了 然後我剛查了一下 他是今年3月的時候考 所以這是今年才剛考完 你做法律的這塊有什麼感想嗎 我覺得跟我當初認知到的高考不太一樣 以前高考是很常就是有一個法條 然後考法條裡面的東西 就他是很死背的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是揮斷的出來他要幹嘛的 會不會等一下錯很多 我現在講的有點悲劃 我對英文考題的感想是 有一個單字拼錯了 在第26的Assistance拼錯了 那是一個S 他是在題目裡面啦 就知道他要說什麼 但是我就想說 這個如果是正式考試的話 不應該出現這種拼字上的錯誤 這是國家考試嗎 對 這是國家考試 考選部 對 考選部 要Proof 一下你們的題目 我這裡有一個單字拼錯了這樣 我覺得他的難度 肯定比學測高 應該是比指考再難一點點 真的喔 單純以他單字 選單字的難度 這個高考呢 他的答案本身就是很難的單字 所以你不能推敲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單字定義是什麼 才能夠答得出來 我覺得特別是前面的這一大題 就是單字這一題 是很難的 後面的這個文藝選填 然後還有閱讀測驗 難度就沒有到那麼高 可能就差不多是 學測或是指考難度 就特別是前面這一段 我畫了很多很多難的單字 待會可以再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講完初步的印象之後 我們來開始對答案囉 你的你的你的英文比較 那我要講 這個英文真的是蠻難的 這個英文是我覺得 因為我最近考過雅思 難度應該是有逼近雅思的 律師我跟妳講沒關係 我跟妳學法律 我可以教妳英文 我們東吳大學的 東吳大學很棒 互相學習 對互相學習 我教你怎麼打翻證 你教我英文 我教你英文 我覺得我應該先背什麼 三千單嗎 還是先註冊 Mazing Talk 對你可以先去註冊一個 Mazing Talk 帳號 Mazing Talk 先註冊起來 我可以給你一個10美金的課程對換券 好 所以先去試上一些課程 我的法律總共是錯四題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有錯的題目 它有考很多就是 直接問某一個法條的 像比如說他說什麼 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但是我懂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他後面寫完之後 其實你認真把它讀完 可以用閱讀去推敲出來 他想要問什麼 像我這邊第五題 跟租賃相關的 什麼減免租賃 然後使用排稅 違反以下合則原則 因為我看到是跟租賃相關 我就直接寫C 因為他C就是 跟租稅法律相關 那他是問 比如說第七條 他講的是什麼 我肯定答不出來 它又不是記憶性的東西 它是你可以去看題目 然後多看幾次之後 大概知道他想考什麼 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 跟訴訟制度 這件事情應該由誰來規範 訴訟的執行是司法機關沒有錯 但是規定這個遊戲規則的人 是立法機關 所以答案真的是A 對 所以這是題目的陷阱嗎 有一點點 他其實是問你說 規定遊戲規則的人是誰 還有另外一個立法相關的是這個 第八題 總統跟副總統的彈劾案 我以為是監察院 以前是監察院 後來變成是立法院 因為監察院這幾年一直被職權線索 因為其實監察院本來就是立法院分出來的 那可是後來的監察委員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明代的功能 所以他的職權有一直被砍掉 包括政府總統彈劾現在都是由立法委員去做 最後一個是 質詢他其實是有規定各部會的首長 你一定要去就是針對你的政策 立法院的那些委員會去問他們說 你這個為什麼這樣決定啊等等 何者錯誤 因為是預算案 補助款的預算案是沒有質詢的義務的 這個就比較記憶性 這蠻細的 然後12題 撕毀票軌上的封條 完全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罪 還是說他是硬掰的 有 有這條罪 但是他比較典型的利用是在法院查封的時候 如果他把你貼封條你把它撕掉那是有罪 出封印罪 那投票的你如果把它撕掉不是也有出封印罪嗎 票軌上的封條到底是不是139條要去規範的那個封印 他問題可能會在這裡 但是考選部給的答案他只有寫租給分 這一題我覺得他有爭議耶 必根是一定不會是對的答案 妨礙公務要強暴脅迫 你要有一個強制力 侮辱公務員這裡沒有公務員被侮辱的問題 有可能就是封條不等於封印 但也有可能他說封條完好如出這件事情 我在撕的時候很小心 對我還是可以把它貼回去 非常溫柔的撕下來 我覺得這應該算爭議題 那我們來看英文 那我就挑出來一些 我覺得可以拿出來講的單字 第24題的 emission 跟 omission 它是在講碳排放 carbonate emission 它是一個還蠻專業的單字 然後它除了答案是 emission 之外 它還很刁難的把所有的選項 都改成是 mission 的結尾 然後讓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再來像比如說 unleash 跟 unload 這個的話它也是單字本身不難 但它這邊考的是搭配詞 就是 unleash 跟 unload 都是把東西放出去 它後面能夠放什麼是有差的 因為 creativity 它是一個比較無形的東西 所以 unleash 它可以放無形的東西 但是 unload 不行 unload 一定要是實體的東西 因為 load 是貨物 搭配詞都要正確 還有一些是它的單字很短 但是很難的單字 像比如說第四十題的 opus 第四十一題的 tardy 所以這些都是看起來 就是小小短短的 但是你就會認不出來 短的難單字就是 你沒有任何的 完全沒有辦法推出 對 沒有辦法任何推 像比如說第三十三題的 biodegradable 你可能可以稍微拆開來 看到它是 bio 可能是什麼意思 然後 degrade 有 grade 然後後面有 able 結尾 反正這種長的單字 如果你不會還是不會 但它至少有機可取 以這一份考卷的英文難度來講 單字的難度應該是跟雅思阿 托福差不多 就你想要在雅思托福拿到很高的分數 會需要的單字強度 然後文法的話還好 月子春也還好 我覺得它在單字的難度上面 是有特別去做升級的 它英文的難度有讓我驚訝 就是原來在台灣當公務人員的英文要這麼好 因為我們律師考的英文是法學英文 就是比較多是法條翻譯成英文的話 你要怎麼寫對那條條文 所以跟這個又不一樣了 錄取數據的話 以一一二年來講 三萬四千個人報考 到考人數只有兩萬 然後最後只有三千四百個人錄取 所以錄取率是15 那其實還是蠻難的耶 蠻難的 一百一十二年的高考 你要當公務人員的話 你的英文要多好 那結論上來說的話 你要背非常多英文單字 才能考到一個好的分數 之外 你還需要知道基礎的一些法學知識 但是以法學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的法律 比它的英文簡單很多 我基本上沒有特別讀什麼法律 但是有一些閱讀的部分 可以去推敲出來 它想要講什麼 我覺得是考的方向完全不一樣 因為以前確實是很多 就是單純法條 或者是某一個市制裡面 大法官的一句話 那那個就是很背誦的 但現在這個方向 感覺是比較希望 你懂法律的原則 或者是你有一點法學知識 去考就會很順利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做高考 然後開箱這個考卷的過程 今天呢除了拍這支影片之外 我們在竹軍律師的頻道 也有拍一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是有關 就是著作權法 跟很多人敲碗的 暴雷的法律意見 暴雷真的犯法 有一定程度上是犯法的喔 大家如果有興趣聽的話 也可以到竹軍律師的頻道 我會把這個影片連結 放在留言的置頂區 好那這支影片差不多就結束囉 每個禮拜一的晚上六點半 會有新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18 x 2 x 36 欸你幾個 我還有幾個 沒有幾個喔 律師 沒有我聲明一下我們 那個職業上用的英文跟這個不太一樣 其實完全不一樣 對完全不一樣 肯定不一樣的 對對對